第六章第七節 介紹第六章第七節 揭開第四印的時候我聽見第四活物說 你來 但當我去到第七點 於是甚至看到你能夠承擔到 他願意再高升 我們要留意 去到第七點 如果我們永遠看整件事 從頭到尾都看在短暫的人生 我們會覺得很殘忍 哇神又弄多個循環 一波未停一波又起 一個修肉未停另一個修肉流 那個才說賣下去做奴隸 接著就要走去做監等 但我想知道如果你在永恆看 如果你在事件的終結去看 你會覺得很精彩 你會覺得很精彩 你會覺得很寶貴 這個就是我們永遠 由第一次的循環 第一次面對這些的無奈 和迫伯神 我們應該這樣看 我可以說 在開始第一次的時候 我是很辛苦 很吃力的 因為 實在這件事太誇張 太無理 太多禽獸 在他面前出現 記者禽獸 牧師禽獸 基督徒禽獸 明白嗎 在我眼前出現 我簡直覺得 他們這麼壞 實在你都要我在他們面前做一件 這樣的事 這群人是欠了我的 但好像現在我是他們的仇人 並且這些仇人 還要仇心似海 OK 到一個階段 香港 開埠以來 有哪一個人 這麼罪孽心臟 是面對我 在這樣的情況下 要面對這樣的衝擊呢 你明明 當時來說 我現在說的是事實 但在那個過程當中 內心當中是痛苦的 因為那個實在太誇張了 沒有想過少少的 基督徒禽獸會遇到 這麼邪惡的對待 而那個過程當中 還要在中間 不是只有一群牧師在旁邊 解釋給你聽 這個過程當中的宿靈的原理 是吧 這個就是 七的循環 頭六點 你做第七點 不是的 還有一群牧師在 扮專家 在教的東西 像是而非 真的他不在 那種意見 就是這樣道過 在那個 不是沒有掙扎的 但問題是 那種痛苦的那種燈之下 但對比於我對神的偉身 是沒得比 所以我願意走這條路 但我不是說走過這條路 熬倒 歪歪不得志 過一心 不是我 是雀躍開心 並且 興奮底下 為 佩得為神而受苦的心態 繼續以兵之最善 預備好 狼來了 所謂說 狼來了 這個情況 再來 如果神還有第1個訊息 第3個訊息 第4個訊息 每個訊息都是合乎真理 並且是這種感動下帶來的 而每個訊息 神都多次多封證明 是來自他的聲音 你又會怎樣 就如我所說 在永恆 如果我們真的是永恆 我們會覺得 很厲害 神你真的會這樣做 但我想你知道 每一個人能夠受得起的話 是神願意為每一個人都這樣做的 OK 但不是每一個人都受得起 而原來神是為我們每一個愛他的人 是一直都會做到這樣的程度 只不過沒有人去做到這樣的程度 就是跟從神 付出的代價 去到這樣的程度 所以當我們完成第7點的話 這個循環 其實 所有就是眼見功夫的 你聽整個聲音 一路一路下去 所以現在你明白了 如果說到這樣的話 你就明白 為什麼很多人 寧願會停在一個位 例如很早期 我在96年前 1996年前 我已經可以隨便找到幾十個病人 整個聚會可以從頭到尾找到 已經可以找到很多病人 他們有問題 逐個因子運作 我們教會幾十人的時候 已經有了 何況過過過千人 1996年前 但是1996年前我求了神 我就是希望我能夠成為國際 然後 就出現很多這些事件 你就會明白 有很多人根本沒有可能性 所以神不讓他們面對 因為一面對他們都死了 信仰都沒有了 神變成了是摧殘他 而不是試驗他 但是問題我想你知道就是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 都是遺留著 好像我們96年前 已經能夠呼籲 醫病 講幾篇好的釋經 那就過了一輩子 因為實際上 這只是他們自己 裡面不是那時代問題 是他們的質素 只能夠承擔 一些這樣的屈枉 因為這個屈枉當中 你要注目永恆 你才不會記這些 個人的仇怨 或者這些的冤屈 因為你會注目永恆 而導致你能夠有一個正確的態度 正確的做法 正確的持守 最重要就是正確的觀點 為什麼 因為當中 你會看到一個考驗 鼎姐妹 我就是在過去20年前 1996年 所面對的這個衝擊 到現在 4794 就是在說這件事 到現在來說 一篇信息都沒有偏差 一天都沒有偏差 我去聽整個聲音 然後主日分享出來 然後將它記錄 然後今天再看回 一對翻山 一天都沒有偏差 明白嗎 那是你需要真心偉大的生命 去面對這些的冤鬱 這些的事 而不要給我所說 影響你一天半天的信息 不要因為這樣 你走到上台 因為這樣 所以你講長了 或者說多了 因為為了怎樣 去澄清自己 保護自己 也不要因為這樣 怕到的階段 以後這個信息神你不要跟我說 還要我講20篇 神你不是想要我命 還要講那麼多篇 20篇 減價吧 10篇 沒有 在過去那麼多年 面對這樣的衝擊下 神就是用這樣去考驗 而且還要親自見證 為何親自見證 裡面有很多神職的見證 是神自己記錄下這些時候日期 人編做得到 好嗎 但是他記錄下的原因是什麼 現在大家看到了 神帶領我們教會 一天都沒有變差 是不是 你想想這個還不是神的恩徵 我講的 他將這個榮耀 給我們 他將這個 自己親手的 自己的signature 放在我們教會當中的歷史 讓你知道 神是很well peace 我們教會所做的 我們在那麼多年當中所跟隨的 我們講的過去 這幾十年當中 一天都沒有變差 被神帶領 是經歷20年前的事件 一次又一次底下 到今天 而不是好像一間 普通教會 我們立在 書房 是一個色經家 研究20年 很準確的聽到整天的聲音 那個異議很多 完全沒有情緒的介入 沒有迫白沒有衝擊 甚至沒有危險 的情況底下 沒有內控 外憂內患的情況底下 去這樣研究整天的聲音 現在我們講的是 過去在我們食安教會當中 這樣的情況底下 去分享信息 而你看到這樣的現象 所以你會看到在裡面 不是我們個人底下 籌算或者希望就做到 現在其實神給我們的印證 已經不是人力是可以 扮得到的程度 當然那個是神容許 但是絕對是神安排 所以弟兄姊妹 這七點 聽起來很難 無論現在你聽的時候 我們未被提 或者聽的時候 已經被提了 但這個代價 是你要付的 但你要記住 我們最難的都做到 在20年裡面 是不知道情底下 我們不知道自己的身份 我們以為自己是 就算我結束的一生 可能被世界害為渣載 但我都會堅持他 當然 但問題就是 我們完全不知情底下 不知道原來有個偉大的身份 等於我們 他會引來的 但是 在過程當中 完全沒有很多 超自然的 突然間將這件事 平反的事件 出現 OK 一直都是 在20年當中 一次又一次的 衝擊 以及擊打 我們都願意相信 所以現在 在你今次今天 你看到神的真實 你看到 世界的 將要結束 甚至被提 的事件 災難 的事件 其實你是很容易做 因為這個神是真 並且他真的用我們這間教會 去證明一件事實 就是神是賊漢 世上最微小的 時間是由他完全主導和控制 世上沒有一樣東西是逃過他的眼睛 也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逃過他的功能 所以今天 大家知道有個實例要去做的話 其實是異過 異過我們 何此十倍呢 異過很多 根本是 而這個過程不是 像我們建立這間教會 30年 我自己信主的30年 都不斷不斷重複有重複經歷 因為這個就是我自己的自傳 慢慢給你看見 由我信主的一天開始 就已經 不斷不斷有這些經歷 而在大災難當中 經歷這些事職的人 在知情底下 並且只是經歷三年半 所以 是何止十倍 時間也不止短十倍 前方已想而異過 第六章第七節 結託第四音的時候 我聽見第四話 默默的一切还手在凤凰 纵缓雨旁逃 无论又雨多落寞 你爱在我生活 主人为甚多 风过泪默默补着我 结伴同行及与帮助 仰慈我在我生活 触摸我 漆黑中有暗处 你在尋找我 深刻中苦惯虑 你更远述我 你及我活在爱中 随调去抛 现任我稳妥 孤单中只有你 赐力量及我 又想中只有你 担策孤脸前卦我 好风泪 我温何 只因你 看苦保守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